祝你,神父,我們是父子 高手,抬起他,他 告訴他,他只有信心 小朋友們爬上坡 一如往常來做禮拜 只是今天的教堂換成了帳篷 小小的帳篷裡擠滿了卡諾亞鎮居民 災難讓他們的信仰更堅定 但仍然如此,我們在一起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背山面海的卡諾亞教堂 建於1998年 這個聖壇更保有20世紀時 瑞士修女帶來的聖宗 416大地震鎮垮了教堂 四天後,規模6.1的餘震 更讓卡諾亞小鎮雪上加霜 我看到的建築書下頭 特別是建築書糊下頭 但是,我們看到的 很印象 因為我們看到 這些泳門 地下頭 有些被孔 撤過 在前面 拆給了 一初 困難 為人很惆怒 來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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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有甚至 所信 聖像跟李拜乙没有受损 搬移到帐篷后 弥撒照常举行 灾民们也变得更加虔诚 灾后有人捐了两间铁皮屋 给修女住一切从简的生活 让人看到神职人缘 安平乐道的精神 事实上 康诺亚教堂所属的 曼纳比省教区 总共有48间教堂严重损毁 时间必须重建 再后第二天 天主教系统就发动了所有神职人员 成立四大委员会 包括急难 房屋重建 教堂重建 宗教和心理 以照顾教友的需求 祿祁祖 阿尔 巴雷 pink 阿尔 現在人們看到這次而為 是個人的自由 通常是信日時 政府的梁 信接受指的人 Auador 天主教系統 已向國際社會求援 包括慈激基金會 也正在评估原建卡诺亚教堂的可能 期望信仰中心的重建 可以带给灾民力量 勇敢面对重生之路